敬禮 請坐 我接著跟各位介紹 我們布農族 布農族他目前居住的地方 在接近海拔1500公尺的山上 目前人口接近5萬多人 以遷徙的位置來講 布農族他是台灣原住民裡面 人口移動幅度最大的一個地方 在18世紀的時候 布農族開始大量的遷移 為什麼大量遷移 不是台灣不好 是被人家驅趕 也有來自所謂的外來者 對我們當初的高山平埔族的分化 也有來自他們外來族群 本身主動的攻擊 所以造成很多的 原住民的遷移 布農族目前有分為六個社群 六個社群裡面目前 有著色群 菌色群 卡色群 丹色群 藍色群 藍色群 以及已經被同化的藍色群 那布農族他是 傳統祭儀最多的一個族群 他們那個對小米收穫很重視 然後有發展出很多的那個 很複雜的一些那個祭司的儀式 那這些儀式有 那個大部分都跟小米有關 都是跟我們那個收穫有關 那布農族對於農師跟那個狩獵行事的時間 是按照那個月亮 月亮的那個盈虧 還有會看那個一些植物的榮窟 那個他們也會判斷 那個我們台灣 那今年的運勢好不好 他們年初就會知道說 差不多在年初的時候 他們就會藉由大自然的一些 那個現象 他們就會知道 今年差不多有幾個 那個颱風會進來 他們會看我們這邊台灣有很多 那個山區有一些颱風草 颱風草上面會有折痕 有幾個折痕 大約就可以知道 可以沾譜了出來說 我們今年台灣會有幾個颱風 對布農族來講 他們這個所謂的颱風草 他們當初更早之前 他們也是他們占卜的一個媒介物 他們也是媒介物 後來傳到我們那個拼埔族這邊 也都知道 現在中國這邊很多人都知道 這颱風草 他折痕 我們就是看他折痕 才會就知道今年的運勢好不好 那今年的運勢大好 因為台灣民政府已經開始組織 嘿嘿 所以很多颱風 那個都會繞刀 都會繞刀 那個 布農族 他們會用月亮的圓滿 來象徵人生的圓滿 還有小米的豐收 那在月缺的時候 如果有一些族人 他們身邊的時候 會在月缺的時候 特別祭祀一下 祭拜一下大帝 他們是拜大帝 也不是拜三太子 不是拜那個三太子 用那個月缺來去除 希望那個月缺的時候 把我們的那個身體的病痛 帶走 那帶走 希望它快快消失 是布農族的一些習俗 這邊另外再介紹一下布農族 他有一個 那個 那個和音的唱法 這個和音的唱法 他是世界世界音樂 音樂對世界音樂史上的那個 那個奇蹟 也是他那個全世界的一個瑰寶 在1952年 日本的音樂學者黑澤龍潮 把那個布農族的 祈禱小米豐收歌 他把它錄製起來 然後寄給聯合國的文教組織 在那個 聯合國的文教組織年度 大會上面發表 與惠的學者聽到之後 嚇了一跳 全世界怎麼這種 這種和 這種唱法 這麼這麼 這麼好聽 那繁複的和音 那個 甚至 大家還要重新的去 為了這個音樂起源 這是一個學說 對這音樂起源 他重新再來 大家來談談看 這音樂起源說是有問題的 這因為聽了那個多部和聲 多部和聲之後 他會有共鳴 所以他們當初會叫做 那個八部和音 很多人 剛剛有學人說 他這個叫做八部和音 其實在 那個聲頻上面 沒有八部這回事 我們就只有四部和音 其實這只有四部 那在四部和音的時候 那個 那個一部跟一部中間 會有一個產生共鳴 會產生一個共鳴 他會共鎮出來的時候 會變成 會有 那個在音頻上 會有分擦的效果 四個 四部的和音 分擦出來 一共會有 變成八部的效果 就是 就是 那個叫做五度泛音 就是我們當初 那個 這邊是跟他記載是 有一個叫做第五度的泛音 那個 在那個聲譜儀的分析裡面 可以看到那個八部的效果 是有八部的效果 沒有錯 這是那個世界音樂的瑰寶 只有那個 我們台灣的那個布農組 他會有這種唱法 再介紹一下排灣族 排灣族 這邊他們目前是居住在北大五山 他們包吟在北大五山 那目前是在南部 在屏東 那個 台東 那附近 是台灣的第二大的族群 目前是台灣第二大的族群 那是那個 有貴族制度的一個族群 更早之前 西拉雅族的拼圖族也是有貴族制度 他也是跟那個 排灣族這邊學習的 在排灣族他 我這邊 跟他稍微細分一下 有分為北排灣 南排灣還有東排灣 這是在 從那個 清帝國管理台灣西半部 然後日本 日本國在台灣統治之後的 一個狀況 那這邊我要特別介紹一下 南排灣 南排灣 他是在台灣歷史上 赫赫有名 曾經用原始的武力 戰勝那個 美國文明海軍 在跟 他後來還有 跟日本有發生那個 牡丹色事件 兩個都是 擴大為 國際事件 兩個都是 擴大為國際事件 然後排灣族 因為他有那個 貴族體系 他有一些 特殊的飾品 身上的一些裝飾物 有一些東西 只有貴族可以使用 有一些人 如果使用的話 會被人家罵 會被人家說 你這個人不適格 不行 不是說每個人都可以用 像那個 鮮花羽毛 瘦皮 爆皮 更早之前台灣有台灣雲爆 這個台灣雲爆 那個東西 已經不見了 可是當初是有 爆皮這個東西 只有貴族能夠使用 平民不能夠使用這些東西 然後他的社會制度 台灣族的社會制度 有分頭目 有分貴族 有分勇士 還有平民 四個階級 他們階級之間 不會說因為 那個貴族只能跟貴族通婚 沒有 他們是 如果有那個平民 為了要 為了要 那個讓自己的社會地位提高 他可以 那個表現更好 然後 跟勇士這一個族群 做通婚 如果勇士族群想要更好 他們也可以 表現的跟 比他們那個勇士 那個更好一點 接近於那個貴族 才能夠跟貴族通婚 他們族系裡面是可以互相通婚的 然後 排灣族系 還有那個 我們大部分的那個平埔族 排灣羽系的 我們都是祭拜那個百步蛇 所以我們的很多的圖騰裡面 都有那個菱形的百步蛇的蛇紋 還有人頭紋 頭目是地主的階級 那他的社會制度裡面 頭目是地主的階級 再來介紹一下阿美族 阿美族 那目前是那個 台灣原住民人數裡面 最多的族群 阿美族 那個北南族再稱為阿美族 稱為那個北方 就是阿密斯 阿密斯 阿密斯就是那個北方的意思 就是他們是北方的人 然後南部的阿美族人 也會自稱為阿密斯 那是後來被人在講久了 其實他就是住在北方 然後他還說他自己是北方 那阿美族的根據那個居住地 他可以細分為在南市 南市的阿美 秀孤蘭那一帶的阿美 還有海岸的阿美 在那個東海岸沿線的阿美 還有北南阿美 是馬蘭阿美 北南阿美他是跟那個北南族 比較接近的地方 比較接近他們就大概最後一 那橫村的阿美有五個 那個類群 有五個類群 那南市的阿美族 還有分為沙西萊雅群 還有七角川群 還有鬥嵐 伯伯還有李肉 三個系統 一共有三個系統 在阿美族 那也是母系社會 然後那個家族的事物是以女性主體 然後由女性下去負責 那家族的產業繼承 是家族裡面的長女 還有其他的女性優先 男生是沒有的 那阿美族的起源 跟那個大洪水跟檳榔 跟兄妹婚有關係 這個如果大家 時間關係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跟我們如果 這一期沒有阿美的 沒有阿美的 沒有 我們可以問一下那個 那個五年田五週 他明天會到 可以跟他 可以跟他了解一下 再來 那個我們介紹一下泰雅族 今天泰雅族的朋友 舉手一下 我了解一下 泰雅族 今天來玩多朋友的 泰雅族 那個他 那台亞 台亞是那個 那個 那個 目前是台灣第二大的族群 分布在島上的 那個 山地的高山 也是被驅逐到那邊去的 更早之前 其實也是跟我們一樣 住在平地 然後 源自於南島民族 那個生活幾千年的族群 然後 他們目前分布的地方 在北部中央山脈兩側 東邊到 阿聯的太魯閣 西邊到那個東四 在東四那邊也有 那 最北邊到烏來 剛剛有一位烏來的朋友 也是 從那個 那是北邊的那個泰雅族 南邊到那個 南投的那一鄉 所以他們的 整個那個 泰雅族的那個 那個領域 那個傳統領域 也是非常大的 然後 泰雅的這個名字 泰雅他本身就是真正的人 他們稱自己為真正的人 或者是勇敢的人 那 日本人最怕的就是泰雅的 因為泰雅的 出草都是獵人頭盔 他們日本人嚇得要死 所以 他們在日本時代的時候 泰雅是特別的管理 因為本身 他們 他們的 驍勇善戰 的特殊性格 那個 有做一個特別的管理 那目前 我們那個泰雅族 他那個泰雅雨系裡面 他還有分 兩個 雅族 彼此之間的那個雨系 當初是不太一樣 最近好像有在做融合的動作 我聽說是有這樣子 那 目前兩個雨系是一個是泰雅族 一個泰雅雅族 一個是賽特克雅族 有兩 一共裡面有25個 方形群體 他的那個分布的地方 有25個色以上 他一共有25個方形群體 是一個很大的一個族群 然後泰雅族有一個公通的特色 那祖先的起源 包括三個地方 一個是雪山山脈的大霸尖山 大霸尖山 是他們 我們那個 泰雅族的聖山 然後再來就是 南投仁愛鄉的發祥村 再來就是 位於南投縣仁愛鄉 中央山脈的白石山 白石山 後來因為人口增長 開始分別 往西北方方向 還有東部還有西南方向 那個分散前移 那個目前我們泰雅族 他是以人口下去分的話 是那個原祖民族裡面的第三大的族群 第三大的族群 在我們要注意的 特別注意的就是說 我們那個泰雅族 那個他們有一個刺青 那個在臉上做紋面 這紋面對在那個 傳統的泰雅的文化裡面 是一個很崇高的一個地位 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紋面 他們必須要四個的人 他是真正 那個有經過那個認證出來的人 才能夠在臉上紋面 女性的話是以織布下去做認證 男性的話以獵物下去做認證 所以他們在臉上刺青的人 表示說他們真的有 已經是成為真正的人 有夠格啦 才能夠在臉上刺青 那刺青的文化 他們後來還有 那個影響到那個 在周邊的那個 目前是在 在苗栗那個附近 那個古山溫泉 那附近有一個那個曬夏族 曬夏族 曬夏族 它那個紋身也是來自於那個泰雅的 那 那個 在臉上刺青有四個用意 泰雅族 那個臉上刺青有四個用意 那個 第一個就是驅除血膜的作用 第二個是美麗牙關的效果 第三個是竹系的識別 然後第三個是竹系的識別 第四個是尿的象徵 那個能夠在臉上刺青的人 能夠刺上給那個長老刺上刺紋的人 表示這個人是很榮耀的 那也是對男子而言也是那個成年的標誌 也是勇武的象徵 有夠勇敢才能夠在臉上刺青 對女子來講是善於織布 那泰雅族也是用精緻的織布文明於世 然後 文明也是泰雅族人 死了之後認足歸宗的一個標誌 如果沒有在臉上刺青 沒有辦法回到竹林 沒有辦法回到竹林那邊 那泰雅族人他們的個性 那個跟我們台灣其他的二十四個族群 二十三個族群裡面 比較 比較特殊獨特的一點就是他們的那個體格 那個 那個 笑容善戰 他們非常飄悍 那個性是非常的根質 然後因此在日治時代 發裂 那個常常發生那個激烈的抗日事件 最近的那個烏射事件 就是賽德克雅族那邊的那個 那個所介紹的 那個泰雅族的傳統伊斯蘭文化 被日本人破壞 禁止的項目特別多 最主要是他們是 那個整個那個台灣族群裡面 對日本人最不友善 我可以這麼形容 再介紹一下那個大魯閣族 德魯谷 德魯谷他 他現在是住在那個 南投的人愛鄉 靜觀部落 17世紀的時候 他們跨越那個 那個中央山脈 移到現在的花蓮北部 目前的人口差不多2萬多人 那戴魯閣族他們最近有在那個 有在發起那個自治運動 有在發起自治運動 那個在那個2004年1月14號的時候 那個流氓的那個中華民國政府官方 他承認說那個大魯閣族是第12個 台灣原主民族 他們在2004年 就是在7年前 在7年前他們才承認 來這個地方管理台灣 代替美國管理台灣五六十年 結果他才知道說 原來裡面有一個大魯閣族 這對台灣人 台灣原來的主人來講 是一個很大的一個侮辱 流氓政府來台灣 那個台灣原來的主人必須要由那個 遊王來談的外來政權 所承認 這是一個很大的一個侮辱 這邊我這邊有收錄到一些 那個大魯閣族他們自治運動的 一個大魯閣族的自治法 我們這個到時候原民州各州的 那個他們各個族群的那個自治法案 他們可以自己擬定 擬定之後等那個大家 那個把它處理好 這邊有一些模式 我這邊不要再介紹 那個可以給 那個會後可以寄給大家 作為參考 那個在官網上 我們都會PO這些東西 再介紹賽德克族 賽德克族他更早之前 也是泰雅族的一隻 然後經過多年的證明運動 在2008年的4月23 成為第14個 遊王政府的官房的 承認一個桃園民族 更早之前在日本時代的時候 叫做沙基族 然後原本居住 那個於那個南投的地區 那有包括三個方言群體 一個是德魯閣族 一個是德魯閣族 因為最近有一部片 那個大家都可以去看一下 他們的一些故事 那他們的傳統文化裡面 就是信仰彩虹 那跟那個原本的泰雅本族的 比較不太 比較特殊 比較獨特的 就是他們信仰彩虹 他們是 那個信仰 他們是本身主嶺是 在彩虹橋上 都是在彩虹橋上 在日本時代 受到當時的殖民政策的影響 禁止賽德克人傳承自家文化 所以一些儀式文化 通通都被那個 目前的族人所淡忘 然後賽德克族有使用那個樂器 他們用鼻底 鼻底拼譜族人也會用 然後用鼻子吹氣演奏 還有一些木琴 還有一些自己的一些 一些藉由自然的一些 那些用品下去製作的一些樂器 再介紹一下魯凱 魯凱他接近 魯凱族接近那個排灣族 在接近排灣族 所以他的 有些很多的文化都是 會影響到那個排灣族 包括他們的流利豬的使用 包括那些飾品的一些製作 那個都會有去影響到排灣族 那個更早之前 那個魯凱族是 作為那個排灣族 他們所謂的一個指導者的 一個角色 他是住在山地上的人 因為魯凱族他們有一些儀式 有一些祭司 甚至他們更古早的時候 他們有大瘟疫的時候 他們有去幫忙那個排灣族 做一些那個救救治的一個動作 所以魯凱族 傳統以來魯凱族跟排灣族 都是很密切的 他們都是很好的朋友 那相對的那個魯凱族的那個文化特質裡面 也有類似於排灣族的那個貴族制度 如果是社會制度 他是更早的話是排灣族優先 那魯凱族是那個去學習那個排灣族的一些貴族制度 可是他們比較鬆散 那他們是貴族社會 跟排灣族不太一樣 排灣族那邊是母系社會 然後那個魯凱族這邊是貴族社會 那魯凱族他是重男輕女 那有長男下去繼承家產 當然這個跟中國知難文化是不太一樣的 那魯凱族還要特別介紹一下 在荷蘭管理台灣的時候 他們有一部分人的魯凱族人 有跟那個荷蘭人有做同分的動作 所以有一部一小部分的魯凱族人 他們的學藝裡面有那個荷蘭人的那個血統 有一部分一小部分 然後他們那個他們的象徵物就是百合花 象徵女子的純潔跟那個男子的狩獵豐碩 用百合花祭祀的時候就是用百合花 那他們敬重百步蛇 這百步蛇是排灣族的百步蛇 還有雲豹 那雲豹已經不見了 在荷蘭統治時間 那個的時期 那魯凱族人有跟荷蘭人通分的紀錄 目前還有一部分的後遺在 他們擅長木雕 擅長木雕 我這邊忘記講 除了擅長木雕 他們也擅長醫藥還有巫術 魯凱族擅長醫藥跟巫術 我不知道他們最近有沒有在傳承下去 再來介紹周族 周族又稱曹族 更早之前叫曹族 他是台灣原住民人口裡面 僅次於塞下族 第二少的族群 最少的是塞下族 目前是住在嘉義的阿里山鄉 也分佈在南投的信義鄉 他有分一個叫做北州 一個叫南州 分一個北州一個南州 那目前的人口大約有 差不多六千多人 七千人左右 然後特別要介紹一下 周族雖然是 雖然周族裡面 他是南州跟北州 他們一共有分了 更早之前一共有四個社 後來現在已經剩下三個社 三個社然後八個村落 他們彼此之間的語言是不相通的 雖然都是用周族語氣的語言 可是他們的語言是互相不相通的 那最近他們有在做一些文化的一些融合的動作 他們希望把那個周族的一些文化習慣 還有一些語言 甚至語言都把它稍微做一下整理 那在社會組織裡面 他們也是有分那個 他們沒有階級制度 可是他們有一些 那個因為一些特殊的一些 比如說要作戰的 或者是 要打那個獵三豬 外族入侵的時候 或者是說要打獵的時候 他們會把那個族群 族群的人組合起來 那組合起來之後會分了 很多的那個一些工作 那本身那個社會制度裡面 一共有三個 有三個那個一個叫做大社 大社就是一個大一個大族群 那裡面還有四族 四族裡面 那個有幾個聯合家族下去組成 那個也可能有血 也可能沒有血緣關係 那同一個四族之間 是禁止同婚的 然後他們還有一個叫聯合家族的 是用心思下去區分 周族沒有很明顯的階級制度 可是他們有一些 因為有一些特殊的 作戰或者是要打獵的時候 有一些人物頭目 還有真帥還有勇士 他們有這些的 那個算是臨時的一個組織的 那個代表人物 再介紹達悟族 達悟族他是 台灣原民族裡面 唯一分佈在離島的一支 他是海洋民族 在海洋民族可是他當初 更早之前又把他稱為 高山原住民 住在海洋的高山原住民 所以 中華民國 本身是一個很矛盾的一個政權 他本身就住在那個海島 然後又說他是高山原住民 然後後來 跟他講了幾十年他才改 他才改 達悟族 在1667年開始 那個在台灣東南 跟那個我們這邊的原住民來往 所以目前在台灣 那個我們那個 在紅頭嶼那邊 在藍嶼那邊 藍嶼那邊是 一共目前 一共有了六 我們的 我們那個 我們的那個 那個達悟族來 藍嶼那個地方 一共是650年左右 然後達悟族他們本身是 那個夫妻社會 夫妻社會 那個地方很多都是 捕獵那個 那些 海洋的一些作物 像飛魚 他們有很重要的飛魚劑 那他們有種植一些 小米芋頭的一些東西 那他們社會分工 漁業是給男生在處理的 那女性是不打獵 不做那個漁業的 然後那個農業的部分 是給女性負責 重點的是女性 然後在語言文化上 他們跟菲律賓的巴丹群島很相近 很相近 所以我們當初 那個用語錫跟他分的時候 是把它分為那個 巴丹語錫 那巴丹是菲律賓那邊的 再來介紹 薩奇萊雅族 他是 市居在那個 花蓮奇萊平原那個地方 在那個 例如西里南跟木瓜西里北 大約在那個 新城鄉 花蓮市的那個吉安鄉 三個地區 在那個日本時代 把它列為那個阿美族的一隻 可是他們的語言不相通 也把它列為一隻 日本政府也是很奇怪 他們當初把那個巴丹跟格哈烏 也列為同一個族群 明明兩個人打得要死 結果還是把它列為同一個族群 那表示外來者 對我們台灣的族群 完全都不了解 完全都不了解 這邊有記錄到 在荷蘭的東印度公司 曾經派出那個 那個探險隊 到台灣東南岸來找尋那個金礦 找尋金礦 那1648年 探險隊 跟那個薩奇萊亞族 報告那個薩奇萊亞族居住的地方 有產出金礦 那東印度公司 因此派兵 過來打那個薩奇萊亞族 那個發生了很多次的衝突 然後他的語系 這邊 那個 在那個國際政治大學的民族學系 他有進行研究 那當初是有認為說 薩奇萊亞族他是一個單一民族 他主要的原因是因為他的語言 跟阿美族語是沒有辦法溝通的 是幾乎接近80%以上都沒有辦法溝通的 雖然都住得很相近 那文化跟生命哲學 也都跟阿美族不太一樣 所以 而且他們還有一個叫做族群醫師 他們族群醫師 也覺得說我本身就是跟他不太一樣 那所以 那個 沒有被阿美化 也沒有被漢化 也沒有被漢化 沒有被漢化 所以他們後來也是很成功的 也是 把自己的那個族群找回來 再來介紹一下賽夏族 賽夏族他目前是住在海拔 海拔高度大約在500到1500公尺之間 人口數大約5000多人 是台灣目前原住民 那個人口山區 那個山區人口的那個族群裡面 最少的一族 最少一族 然後他們最著名的是 那個矮林紀 因為 住的地方 跟那個泰雅 跟客家那邊相近 所以他們 有些都會講客家話 也會講泰雅的話 然後 那個 他們的語言 有分為南北兩個方言群 那方言群 就跟那個 我們那個宜蘭腔調 他是腔調上的不太一樣而已 其實他們 還是有 還是可以溝通 只是他腔調上不太一樣 那語言學家推特 這個是更古早的那個 南島語言 還有一個說法是 他的語言是由那個矮林 就是矮人 他去教導他們 去教導他們 所以他們的語氣是比較 他們的語言的 那個發聲的方式 比較獨特 比較獨特 那傳說賽下族的祖先 那個也是發 源於那個大壩尖山 那這個已經被泰雅化了 其實不是啦 那因為 大壩尖山 這邊特別要指出來 因為他跟那個泰雅族很好 很要好 他是很好的朋友 都住在很 住在鄉近 所以他們也是想說 自己沒有 沒有 那個來源沒有傳說 那就是學習別人的傳說 一直以來 我們台灣的文化 就是這樣子不見得 那個當初的漢話 就是這樣子 他們來管理我們台灣人 然後我們台灣人 如果他們在祭司 在拜拜的時候 他們有在拜一些神明 一些神像 如果沒有拿出來 跟他們一起拜的話 他們會笑我們是藩 我們被笑久了 我們就 反正拜拜也沒差 貢品那個神明也不會吃掉 還是我們自己吃 所以 好吧 既然要拜 隔壁再拜 那我就跟著你拜 就不會被你笑了 拜久了之後 孩子以為說 我們跟隔壁是一樣的 在在亞族也是 他以為他是跟隔壁是一樣的 後來他們也是認為說 他們是從大壩尖山那邊過來的 這個是學習那個泰雅 被泰雅所影響的 跟住在一起 都會被那個 都會被那個鄰居所影響 所以 那個民國三十八年 從那個 那個大陸那邊 那個中國大陸那邊 跑了很多的跨邊亞過來 我們跟他住久 我們會變成跟他們一樣跨邊亞 這個是我們這邊要 稍微跟各位學員特別強調的 那在亞族他們的祭典 有那個巴斯大愛 巴斯大愛就是那個矮林祭 他們的那個特定的那個祭司 就是有特定的姓氏 的族群家族才能夠去進行 矮林祭只能夠由那個姓朱的下去主持 然後 齊勤祭 這時候祈禱那個晴天 是由那個潘姓的那個 那個家族下去主持 還有遭雨祭 這邊是寫遭雨祭 如果說乾旱很久了 需要一點雨 要由姓夏的跟姓蟹的下去 那蟹是螃蟹的蟹下去主持 那陣風祭如果那個颱風來了 那個 那個不要留太久趕快走 希望趕快走 颱風趕快過去 是要用風姓的長老去主持 他們很多的姓氏 都是由大自然的一些現象 還有大自然的一些物品 那個所產生的 那一手祭是由鬥姓長老所主持 更早之前也是會出草 他們也是會出草的 然後賽下族是屬於複系社會 這邊是屬於複系社會 然後這邊要特別介紹一下 那個矮靈記 矮靈記他呈現了當初矮人 跟那個族人 那個相處的情形 那個在舞蹈上面 他們的舞蹈一開始到結束 從那個一開始 那個很快樂到後面很憂傷 他們的一些傳統是這樣 那個矮靈記的傳統是這樣 矮人 那個會像 在那個跳舞的時候 他們會了解到說 那個矮人 拉著那個懶惰的那個賽下族人 去看那個豐收的田地 然後用快步的 快的舞步下去呈現 那愛妻的時候 就是他們後來因為有一些 對矮人有一些誤解 或者是說有一些糾紛 他們把那個整個矮人殺 殺 那個種族屠殺 殺死 全部都被他們殺死掉了 然後後來他們受到了詛咒 受到了詛咒 他們很不順 殺死了那個矮人之後 他們非常的不順 那後來就是 他們開始在懺悔 因為自己也受到那個大自然的譴責 所以他們也開始在產為自己 那後到後來的矮靈記是會很愛妻的 再來介紹悲難族 悲難族 悲難族 悲難其實不是悲難 這個是漢字 我很討厭漢字 沒辦法在這個地方 住那麼那個出生的時候 就已經是這個文化 不得不接受被強迫接受 這個悲啦 悲啦 是用那個那個這個悲 我們是 這個是很沒有辦法接受 這是那個比較不好的一個文字 那個我們這邊希望說到時候 我們那個Puma這邊要把那個名字 看看你們要不要把它改一下 你們正正確的名字 不要再用Puma 不要再用那個悲難 用Puma 看你們看看你喜歡用什麼樣的形容詞 那他們本身是一個母系社會 目前有一萬多人 目前一萬多人 這個是2006年的時候所記錄的 目前應該人口有增加 有增加 然後他們的血緣是來自於菲律賓 或者是印度尼西亞的群島 是屬於南島於西 跟我們那個台灣的族群是一樣的 其他族群是一樣的 那他們起源傳說有三個 一個是講說他們是石頭所生的 一個是從那個竹子裡面生出來的 那這邊還 那個目前我這邊有記錄到 那個石森的傳說 那個他們有一個發祥帝的一個紀念碑 在那個獅棚的地方 有刻著渡海來台灣的 那個三個先祖的名字 在每年的清明節 他們在跟著人家拜那個祖先 這就是被漢化了 其實他們那個白浪的那個漢族文化侵略 那個祭祖我們都要改用那個漢人用的日子 其實我們更早之前 是沒有在用 沒有在清明節再拜祖先 那祖先都是一直 我們都是很崇勤 不是說固定在清明節才拜祖先 再來北南祖這邊要介紹 在清朝康熙年間 那個以南王為首的北南人 平定了朱一貴之亂的那個漁黨 所以那個北南族在清朝的時候 被封了一個叫做北南大王 而且他們有那個清朝的曹湖 臨近的阿美族 排灣族 都要讓他那個朝貢 要繳稅給那個北南大王 那是北南族最全盛的時期 更早之前北南族是因為協助那個 中國支那文化 所以他們有一個 能夠來這邊 那個像其他的族群收稅 也是目前的那個族人 到現在都靜靜熱道的光榮時機 表示他們很勇猛 表示他們很勇猛 那北南族有兩個社會的 北南族的社會有兩個領導人 一個是男技師 一個是領袖 那不是很相同的 那北南族他們特有一個 斯巴達士的會手訓練 他們的孩子 小孩子 那個成長的過程中有翻三個階段 在少年的時候十幾歲的時候 他進入那個少年會所 集中下去做訓練 做軍事訓練 然後要接受集體生活 接受打屁股 他接受跑步 摔腳 他的膽量訓練 刺猴 也就是說他去打獵 要把獵物帶回來 然後嚴格的那個體能訓練 為的是要 那個孩子們成為體格強健 服從手紀律 又勇敢有禮貌的普悠馬男人 他們是那個有一個很特殊的一個 那個台灣那個類似斯巴達士的那種軍事訓練 再來介紹紹紹竹 紹竹 那個他的 那個原意 這個紹竹的 在他們的語言來講的話 他是人 是人族 他是台灣的原住民 在目前是住在南投的日月潭一帶 根據紹竹的口傳歷史 那他們那個祖先是追逐白鹿 那個翻越阿里山而來 從那個阿里山那邊跑過來的 那這個是那個1904年 日本時代的那個紹竹人的照片 他們是用那個弓箭 會是打獵的 根據紹竹的口傳歷史 那個 這是剛剛有講過的 那紹竹人 因為在那個921大地震的時候 那個8成以上的那紹竹人 居住的那個房子全部都倒塌了 那在那個地震之後 目前是暫時遷到那個 台北市的明水路那附近 有一個 有一個那個 那個類似社區 就住在那個地方 紹竹曾經是沙蓮地區 最有勢力的族群 那水社也是日治時代 最主要的居留之一 現在則以那個伊達紹 伊達紹就是那日月村 那個地方為中心 再介紹 格馬蘭族 格馬蘭族 他是跟那個 更早之前是跟阿美族 住在一起的平埔族人 所以他 說他是原住民或者是原住民 所以大家都有點爭議 在定義上還是有點爭議 這到時候我們那個 圓民會的時候 大家看看要不要把他細分 或者是不需要細分 我們大家來做決定 我自己一個人做決定 那格馬蘭族 他是台灣平埔族的原住民 目前是分佈在宜蘭羅東 蘇澳一帶還有花蓮那附近 東海岸的那個封冰箱 還有那個長冰箱的地方 那人口目前的話是一千七百多人 這是他本身有 認為他自己是格馬蘭族 其實還有更多 還有更多 那因為跟漢人爭地的壓力 逐漸南千 是最晚漢化的平埔族 然後台灣的宜蘭地區 那個宜蘭地區更早之前叫做 那個格馬蘭 格馬蘭 台語叫做格馬蘭 格馬蘭 那伊蘭就是從那個格馬蘭的伊蘭下來的 那他的原意就是說 平原上的人 在平原上 那是那個宜蘭平原 那一帶的人 那主要是該族用來區別跟當 那個日本時代的那個 那個山區的人 那個山區的泰雅族叫做真正的人 他們是真正的人 然後他們是平原的人 那出草的時候會被打 那個格馬蘭族也會 當初也是會被那個泰雅族人打 那西班牙更早之前在西班牙 西班牙是一個海盜國家 更早之前他是屬於海權 擴張的一個國家 那西班牙人他們佔領那個 台灣北部的時候 那個有在那個格馬蘭那個地方 打算要設一個那個格馬蘭省 那這是他們當初的文獻 西班牙人曾經也想要台灣這一塊土地 那清朝領台之後 那個宜蘭就歸那個珠樓縣所管 珠樓縣就是在嘉義那邊 在嘉義那邊 管得很遠 很遠啊 所以這個文獻本身來講的話 他是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表示說從嘉義到宜蘭這個這麼遠的地方 會化成一個叫做珠樓縣 表示說他中間有一些地方 他們根本沒有辦法管理啊 所以我們在那個更早的文獻 那個他的地圖找出來 他們其實當初的馬關條約 為什麼要把台灣割讓給日本 就是因為他其實他在台灣真正的 那個能夠管理的地方 只有台灣的三分之一 他把整面那個其他不屬於他的土地 然後還有他能夠管理的土地 三分之一跟三分之二加一起 然後就把它當成那個戰利品 那個送給那個日本 那個日本就是那個 以為說他撿到好處了 結果撿到台灣之後 跟台灣的人打了20年的仗 從那個1895年到1915年 一共到那個西蘭縣事件的時候 一共打了20年的仗 還有其他消失的族群 還有猴猴族 猴猴族他是被同化掉的 他不是被攻打掉的 他是被那個馬蘭族所同化 因為他們人口一直減少之後 就跟別的族群就有東河 那塞下族那邊有一個叫矮人 那個這矮人的傳說 因為我們台灣現在已經找不到那個矮人族 他們那個我找到的文獻是 他們身高不足四尺 那通天文還有巫術還會詛咒 還會詛咒 還會醫療 然後除了塞下族人 有矮靈的傳說以外 北南 盧凱 太亞 布農 都有矮人的傳說 再我介紹一下那個台灣的那個 台灣的那個 台灣原住民目前的狀況 這是目前在那個園民會那邊 那個所收集出來的那個 目前園民族 現有的保留地 都是住在這個地方 這地方都是臨近於那個中央山脈 這個大結構裡面 這中央這一條 這是中央山脈 都住在中央山脈的山腳下 或者是丘陵上 如果像那個八八風災再來一次的話 那小林村滅村 那我們這些人 那個這些原住民都在這個危險的地方 那會不會被消滅掉 會 這個就是他們漢族人的想法 他希望藉由那個大自然的力量 有效的把我們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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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台灣的原住民消滅 因為我們媽媽那邊 他是本身就是小林村那邊的人 所以我們對這個是比較敏感 那目前 除了住這個危險的地方以外 還有限制很多的那個法令 目前的 目前那個流亡政府有很多的法令 綁住我們原住民 這個衝突的位置 這個地方是水源保護區 我畫的這個地方 這是水源保護區 水源保護區的地方 是不准那個爛肯爛發的 你去捕瓜牛 你就有事情 連捕瓜牛都有事情 然後這個是跟那個國家公園保護法 所衝突的位置 衝突的地方也不能開發 衝突的地方也不能開發 然後這個是那個保安林的地方 保安林就是有一些那個 那個類似那個保留地 有一些那個林場保留地 衝突的地方也是不能開發 那我們被這麼多的法令 給綁住 那我們這裡還有多少東西可以開發 幾乎沒有一塊地方可以開發了 然後我們叫我們原住民 留在那個不能開發的地方 在那邊幹嘛 然後等著颱風來消滅我們 這就是目前中華民國在做的事情 所有的保留地 幾乎都不能夠開墾 那原民主留在家鄉還能夠靠什麼生活 第二點 台灣原住民保留區 都在山坡上或者是山腳下 都是在危險地區 他是真的在保留或者是在消滅我們 我希望大家回去好好的想一下這個問題 然後把原住 那個區離那個祖靈的地方 那失去土地的原民主 被迫要進入別人的文化領域 被迫要使用人家的語言 被迫要習慣別人的生活方式 過年都要被人家強迫說能夠休幾天 阿美那邊他們過年是 那個幾天是由那個長老決定的 不是由中華民國決定的 人家過年要過幾天 關那個國家是沒有事的 國家是不能去管這件事情的 那被迫還要習慣別人的方式 被迫成為社會的弱勢族群 然後甚至被迫成為社會的邊緣人 那我們在台灣民政府 我們今天那個 那個各位先知 各位前輩 那個過來台灣民政府這邊 那個我們在我們這個組織的下面 已經有 直接已經成立那個州級的原民政府 那原民政府他本身目前是 到時候會有一個那個公平的預算 包括公平的內閣 他們本身自己能夠自治 可以自治 那包括那個文化教育 包括那個 那個 那個 那個自衛組織 自衛組織就是練軍事權 還有管理組織 都是很公平的 都是很公平的 這邊都是很多的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講快一點 這本身 這些通通都是很多的侵略的事情 我這邊要介紹一下南甲之盟 南甲之盟 是美國史上 第一次以戰爭 敗戰者的身份 簽署的國際條約 他是跟哪一個 那個美國跟哪一個國家簽署 各位知道嗎 南甲之盟 他就是那個 那個 美國跟那個排灣族所簽的 我介紹一下這個 這個部分就是說 證明說 在國際上 很早之前就已經證明說 中國的清朝政府 這是1867年的時候 有一個美國商船羅發號 在台東外海觸礁 那那時候 因為他們金髮藍眼睛 被當成是那個西班牙的海盜 因為西班牙海盜 他們非常的沒有規矩 上岸來就隨便的 黑白鞋 黑白台 黑白唱 所以他們把那個羅發號的人 以為他們那個金髮藍眼睛 是壞人 是壞人 所以他們 那個就把那個 發生船難的那個羅發號 的船員 全部都殺光 然後美國政府 後來向那個領海的那個 那個佔領台灣西班部的那個 清帝國抗議 那個清帝國 那個推卸責任他回答說 仿寮到鵝鵝鵝筆 是不宅版圖 這是生番地 不是他的地方 那美國後來就說 好 那你既然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你沒有辦法出面處理的話 說那個地方台灣那個 台灣族那個地方 不是你的土地 那美國就出動海軍 過來攻打我們台灣 美國的海軍 當初那個日本 有個黑船事件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印象 更早之前有一部那個影集叫做 版本龍馬 版本龍馬 他是那個 那個明治維新的一個推動者 那個美國 那個日本那個建制國家 建制成為那個現代國家的一個建制者 他第一次看到黑船的時候是在海邊 他帶了一把武士刀 然後看到美國的黑船的時候 嚇死了 然後就後來看一看之後 跌倒之後就把那個 那個他的武士刀 手上武士刀拿去丟掉 為什麼拿去丟掉 這把武器沒有辦法跟人家打 因為黑船 那黑船都是先進的武器 他們拿的是毛色撲槍 那美國政府他就發動海軍 發動海軍 過來直接攻打排灣族 那攻打排灣族的時候 後來他們發現說 怎麼那個政府派我來攻打那個台灣人 那台灣的人為什麼都拿那個原始武器 因為當初的排灣族他們拿的是弓箭 拿的是那個削尖的竹子 拿的是一些農具 甚至拿了一些出頭餅 準備要跟營戰 準備營戰跟那個美國的海軍要對打 結果美國人他本身 大家有沒有看過那個西部片 如果看過西部片 他們兩個在決鬥的時候 如果沒有槍的人 沒關係你沒有槍 我就送你一把槍 我們兩個對等的時候 我們兩個再來做公平的決鬥 這是戰爭的定義 戰爭不是說一定我 就是以大欺小以強欺弱 那個不是那中國文化 美國他們是說好 你既然是 還有10分鐘我講快一點 你既然是那個原始武器 那我現在手上拿著毛色步槍 我不能把人當成動物打 所以他們後來就不打 不打之後就想說好吧 那回去總是要交差嘛 那就派那個副艦長做著小艇 然後過去那個接近海那邊 繞一圈 表示說他們有來過台灣這個地方 後來他們排灣族的那個勇士 就對美國的海軍發了一枚攻擊 就把他射中他的眼睛 射中那個眼睛那個離浪裡 就是後來來簽署條約那個離浪裡 他是缺了一隻眼睛 那一隻眼睛就是被排灣族射中 那後來射中眼睛之後 回到那個他們的艦隊上面 敢不敢打 不敢打為什麼 因為打的話 用那個先進的武器去攻打 那原始武器是不行的 這不對等戰爭 那是違反那個 那個當初的戰爭的定義 所以後來美國是戰勝還是戰敗了 美國撤退了嘛 對不對 排灣族有沒有攻擊 有攻擊 然後導致敵方撤退 所以這一份南峽之盟 這是在美國史上 第一次以戰爭者戰敗 海軍被那個日本原住民 被我們那個排灣族的原住民 所打敗的 這份合約目前是在那個 美國國會圖書館跟屏東敘海 那個地方都有文獻 在那出火那個地方有一個 那個南峽之盟紀念碑 大家有機會過去 那個屏東那邊的時候 可以去那邊 那個好好的懷念一下 那個紀念碑就是在紀念我們台灣人 是第一個打敗美國海軍的 時間的關係 我那個介紹一下那個馬關條約 除了那個剛剛的南峽之盟 那個中國那邊 否認說我們台灣那個排灣族那邊 是他們的領域之外 還有一個叫做 牡丹色事件 牡丹色事件 我會介紹一下牡丹色事件 好了 時間的關係 後來在經過了那個 里浪里的事件之後 後來 後來他們有訂了一個合約 就是說那個所有的那個傳難的人 上海人都要拿紅旗 都要舉紅旗 表示說你們是遇到傳難 那遇到傳難 我們就不打你們 那我就會協助你們 把你們送到那個 那個那中國 中國那清朝那邊管理的地方 讓你們安全 結果他後來 那個牡丹色事件 那牡丹色事件是那個 琉球國 琉球國當初是那個日本的附屬國 所以他也是在那個 那個屏東外海那邊 又發生傳難 發生傳難之後 發生傳難之後 他們是沒有舉紅旗 那導致那個 又被那個 台灣族的人給殺光 這一次的話 那個日本政府一樣去找 那個 那個清帝國 去理論啊 說你們台灣的人 你管理的台灣人 為什麼可以殺死我們 日本的那個 附屬國琉球的漁民 後來 那個日本政府的一個官員 叫做毛 那個毛長恩 那毛長恩他就說 那個地方是化外之地 他們是住在王化所不及 不是我們的人 你們要怎麼樣 就隨便你們 後來日本選擇也是攻打 那個牡丹色的排灣族 在這邊我要介紹一下 從1895年馬關條約到1915年 西萊安事件 那個 這個是那個當初 我剛剛有介紹 馬關條約 那個中國有一個很大的陰謀 他送給 他作為那個 那個賠款的那個台灣 其實他只有三分之一的權利 啊 其他三分之二的權利 不屬於他的 結果他把別人的東西拿去賣 把別人的東西拿去賣 然後導致說 日本從1895年馬關條約到1915年 這是西萊安事件 是那個台灣人民 最後一次 真的去抵抗那日本的一個 一個軍事武力 一共發千千後一共20年的時間 日本收下 在美關條約那邊 收下了台灣之後 經過20年 主主跟20年 主主花了20年時間 跟那個台灣人打仗 打了20年之後 那個台灣期間 台灣本土台灣人 完全沒有來自中國 中國支那人 或者是外國勢力的幫助 我們拿的武器都是運時武器 握本家 握那個在頭邊 跟他們在拼 然後甚至 其中的那個抗日三盟 裡面的檢大師 檢大師就是 抗日三盟 裡面的其中一個 抗日三盟 總共有三位 一個就是 飲小鳥 飲小貓 一個檢大師 一個掛體 抗日三盟 他於失敗之後 跑到福建 他是為了 表示說 我抗拒你 清帝國的統治 因為我是台灣人 那台灣人 又是中國人 目前的講法就是這樣 當初檢大師的講法也是這樣 檢大師他因為失敗之後 跑到福建去 他想說 那個我既然是為中國而戰 我回到中國去 結果中國還是乖乖的把他綁起來 送回來 支那那邊 除了沒有提供政治批誤以外 還被清朝官員送回來 台灣交由日本處死 這個檢大師是為 為了他是本身是 那個為了要抵抗日本 說他是中國人 結果他 跑到中國去 又被送回來日本 接受處死 從此這個時候 我要 這邊要跟大家講 從這個時間開始 本土台灣人 跟中國的情感 應該要完全斷絕 為什麼要完全斷絕 因為我們台灣人為了 足足足足足足 花了20年時間跟日本 打仗 為了就是說 更早之前 我們是清朝所管理的 我們不希望 改朝換代 結果 因為為了 為了 為了這個血緣上的關係 那我們跟日本征戰了20年 結果他還是把我們 人都已經跑到 那個中國大陸那邊去了 結果他還把他送回來 這是很可惡的事情 這件事情之後 在那個西蘭蘭事件之後 那是日本 那個我們台灣人抵抗日本 那個統治 最後一次的那個戰爭 那日本人 很 那深深的感覺到我們 本土台灣人民的強韌 還有忠誠 還有刻苦耐老的特性 更優於他們日本 那個武士道的精神 我們台灣人的那個強韌精神 比他們日本的武士道精神還要強韌 而且還要忠誠 那個武士道也是講求忠誠 非常的忠誠 為了一個 完全都不管你的 中國支那政權 足足跟我打了20年的仗 他還不夠忠誠嗎 而且他沒有任何的資源 他都是在哪裡 所以後來他們 在西蘭蘭事件的時候 日本政府改變對台政策 然後他們甚至有指派的 在日本貴族青年男女 還有跟 貴族青年男女 跟台灣各莊頭的族群領袖的後代通婚 為什麼要通婚 他們就是要 第一個就是要改良日本的血統 還有沿回他們當初在 那個明治維新之後 他們那個 因為他們放棄了武士道 接受那個所謂的工業革命 他們失去的那個 那個武士道精神 他們希望再把這個武士道精神 給找回來 所以他們 他們 而且還有一個用意 就是要跟台灣人 玩家變成家 因為我講華語 那個講話不是很冷凍 所以 跟台灣人玩家變成家 就是不要再打仗了 我們乾脆就保障家床 然後尤其他們特別 喜歡那個台灣的原住民族 這個事情 是那個 就是那個 日台貴族通溫的一個 一個事情 那最近 在那個年初的時候 有一個那個廖姓立委 我不要講他的名字 他用這個歷史 這是正確的 因為當初他們 日本人把原住民 那個 當成是貴族 所以他 他也是講求 日本人也是講求那個 那個 那個貴族制度的 他們不會說 貴族跟其他的人民 會鼓勵通溫 不會 他認為我們台灣 這些族群是很優秀的 所以 他們 才來做一個 叫做貴族通溫的動作 那 那個廖姓立委 就是說 原住民 很多都是 都是這兩個字 這兩個字 有很大的歧視的意味 引發社會的輿論 由這個事情 我們可以知道說 那個 中華民國流亡政權 長期來 對原住民的態度 就是這樣子 其實是 這個事情是存在的 很多 那個原住民身上 都有日本人的學藝 日本貴族的學童 這就是這樣子來的 那時間的關係 我們那個 今天的課程 就 介紹到這裡 謝謝大家 起立 走 老腳用餐 會補點半上課